這一段話是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George Colomberis 我們聊天聊天的過程當中說的 那是在RAW開幕的兩天前 我就打電話回來 我說這個東西一定要在RAW開幕的當天 一定要在牆上 廚房是一個讓我們實現創意的地方 所有創意人都是勇敢的人 因為你不願意停留在原地 它讓我們不要害怕失敗 你願意做一些冒險 所有過去的累積都是我們的字母 我們在一個這樣子 這麼幸福的環境裡面 他說如果我正在做夢 請不要叫醒我 我願意留在 像Perfect World的這個世界裡面 北京在 customization 北京在衛星期間 這裡是便宜的 北京在任天 按摩 個車 若從開始八年前到現在 我們每一季都是打掉重練 然後開一間新的產品 若最開始的一個狀態 就是我們對創作不設限 對概念不設限 或是你想要給客人的體驗 是不設限 八家有點多 已經過了八年了 如果還是沒有變 我們還是沒有停下來 我們還是無極限的在做這件事情 滿好的 滿好的 你做一個滿好的 做四個就不知道 等一下就來了 你吃一下 這個頭露出來 這樣才有一個頭尾的感覺 溫度上去之後下來 下游 下游之後再炒一炒 就不會這樣炒一炒 這一次的主題有點特別 因為這個疫情在台湾的時間 比以往常非常非常多 跟團隊的接觸也更多了 慢慢了解 現在的這個年輕的料理人 他們在想什麼 我覺得這個有 有橄欖油 然後有香料 然後有這個 煮出來這個紅色的油 有一邊在吃的時候 它這樣混在一起 Very nice Very Beautiful 現在我在做任何的料理創作的 想的並不是我想做什麼 而是我覺得 他們缺少什麼 學舞蹈的必須要學古典舞 學音樂的必須要先學古典樂 所有任何一個專業的職人 都必須要先從古典開始學 第一道料理的 在馬國的料理裡面 是可以看得很厚 看得嘴唇雄的樣子 Wagong casting是直接拉到 兩百年四百年以前的狀態 我突然發現那個時候的 留下來的東西是最美 最經典的 其餘的只要是 其餘丁這些 這些都會在我家 都會在我家 那不一樣是偷 以前我們就覺得說 哇這個大師留下來的東西 你要好好來研究 怎麼樣把這些特別的東西 把它偷學起來 然後可以傳承這樣子 那現在好像對這東西 越來越少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沒有把這些東西做一次給他們看 他們永遠不知道說 原來一隻鴨要做兩個禮拜 一個派要做三天 我想讓他們二十年後 就有點像是我當時在學這些東西一樣 二十年後你還會跟他們講說 我以前做我也很瘋狂的東西 不是什麼都市傳說 這是真實的 我們就是這樣子做 在台灣有很多法國的職人 包括 Bion 我們做那個麵包 Julian 我們做肉派 Jrakhan 我們做甜點等等 還有起司 在所有這些菜 有一點的故事 在同時 我們有故事 我們做的 首先是因為 14月的主要 我們開始了 第二樣 我認為 在台灣 我們沒有這些 我們知道 什麼是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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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樣 我認為 有很多 的 台灣 他們 在 賣 賣 賣 吃,吃,也在餐廳,餐廳,餐廳 有不同的意義,但在法文文化中的文化 他向我解釋,他想要展示台湾 一般的餐廉的中文 在法國,我們吃飯 所以我們決定要配飯 所以在最初,他很挑戰 因為我們必須做八種類的飯 每天 跟大量的量 保持很高的質素 我可以先解釋一下 主要的產品 建造了GastonLenôtre 名字叫The Concorde 我知道它是 歷史上速度最快的超音速 它們想要在這個飛機上 有一個頭暈船 出一個天天 這個天天 既然是這麼標準 我們必須選擇 我們必須選擇 這個小餐廳 製作了Moran Cacao 和Mousse Chocolat 所以他提供了 《Le Concorde》 名字叫做 《Le Concorde》 我覺得這一個菜單 只有我們集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完成這件事 因為它實在是太困難了 不管再怎麼切 你看這個開心果 它永遠是在正中間 你有發現嗎 你把它翻過來 它還是在正中間 怎麼辦到呢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 法式肉排 因為我們要切面是有花紋的 所以我們在填線的時候 我們就要試考說 我們應該在哪一層 把什麼樣的食材 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然後填線 烤 卻非請了他 法國族族的朋友 來教我們做 但是一開始真的是 蠻絕望的 因為 一開始我做的第一條 我感覺外觀 還考之前都覺得 還蠻漂亮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考 考完出來 冷卻之後就覺得 就烈了 就是知道最後一刻 你是要辦法判斷 這東西是 成功還是失敗 Poussang On Faisi的意思就是 這個雞 被包在這個 豬的膀胱裡面 然後用低溫的方式 隔水的方式 讓它蒸煮 所以它就是一個 低溫烹調 它的肉會非常非常的嫩 你要把一隻春雞 放進一顆膀胱裡面 就是你聽過這道菜 但你實際上 根本沒有想像過 膀胱這麼小一顆 然後它要把一隻雞 塞進那一顆膀胱裡面 我覺得那個東西 是最困難的 因為你根本 沒頭緒 台灣沒有人 你有看過 有在做這個東西 200年前就開始這個 記憶 那現在 基本上已經沒有人能做 就是一個很硬抵直的功夫 好 好 有些很小的飯 注意一下那個位置 你的那個壽司 在下來 對 應該在它的正中間 然後你的這個 Watergrass 其實不行 它這樣就 不行 當初我加入是16年 其實它一開幕前 他們就在籌備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104的履歷 對 那時候我就蠻想要 就是嘗試一下 所以我就一直丟履歷 這樣 這就是 硬挺 對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 這東西下去它就整個 整個出水了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差別 越簡單的東西 就是越要注意這個 對 那陸陸續續投了第四次 然後就剛好打電話給我 就是讓我有一個 試做的機會 我現在還是會記得 那一天早上 真的蠻緊張的 再說而已 愛神 愛神 那那天結束 其實 其實對自己是 蠻失望的啦 因為我覺得表現很差 那也可能就是 可能也不會錄取這樣 但是一開始真的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就是比較 沒有Fight Nighting的經驗 那就是一切就是從頭來過這樣 終於開始了 出去這樣子的話 還會把他死掉 真的死路很危險 好 打槍打吧 我知道 好 這樣保持它的那個形狀 不算這樣歪歪的 跟寫書法一樣 東西越少 每一個東西就要越精準 有一天就看到自己在真人 就覺得太想來了 然後我就直接 寫一封E-mail 然後傳給那個 公司的E-mail這樣 然後就是說 有一個實作的機會這樣 好 好 好 我只要接到電話是02開頭 我那個都超級緊張 覺得是很興奮 然後又很緊張這樣 來小哥 可以 的空口 好吃嗎 好吃的話到那個前面只有 買單 又買單 好 歡迎各位來到RO 我叫Vincent 各位今天是第一次來這邊用餐嗎 對 好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這一季的菜單 我們在以前呢 都讓各位體驗一個 前所未有的一個體驗 以及 突破自我的一個用餐 那 這一季的菜單 是Chef Anger非常 自己也非常期待的引起菜單 他認為 主廚 主廚說 需要尊重料理 就需要從頭了解 從基礎學習 才能到達硬底子的功夫 去傳承經典 我問你你回家有讀書嗎 那你為什麼這個東西都沒有背 你多久以前 每背還是背不起來 背不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沒有在容忌 就你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 我給你們的稿 不是把它背起來 而是要去找到 伊莉莉為什麼要有一個脈絡 你要有一個脈絡 就為什麼我也要這樣子做 不是我都講一個戲 講一個 11點 我就會在這邊 然後聽你們講這個 自己就是 你們就拿一個本子 去每一張桌子 對那些人空腳 不要再給我用看的 如果用看的 可以講 你們就不會這個樣子 我之前都跟一些人講 在練菜 絕對不要是用看的 你們絕對背不起來 就站起來講 去那邊 現在 我在餐廳裡面 比較像是扮黑臉的角色 對 因為我來這邊 就是一張擺字 我沒有工作過 所以我所有的基礎 來自於Chef 跟他的太太Pam 所以我在他們的學習 算學習教育之下 我覺得我有那個責任 就是如何去帶領整個團隊 做為一個榜樣 然後 因為主廚以前都會跟我說 當你做到最好的時候 你才有發表的權利 我覺得我會一直待在這邊的原因是 因為 他會一直給你新的東西 一直 就是他不會 保留舊的 一直再重複再用 他就是一直給你新的 一直給你新的 讓你去挑戰自己 讓你有一個空間可以去突破 他最常跟我講一句話 然後 就是 注意細節 一定要 注意細節 那我們現在先把味道吃好 但是 下一個在排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這些 小牆 然後至少要 這樣子 大概 間隔大概一公分 最多了吧 但是當他講正經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壓力很大的 當他講正經話當然是 一定是有舒適 對啊 那有舒適對我來講就是 就是我們要做到白根治白 沒有辦法做到 百分之九十 我們一定要做到百分之九十 這個上面這個人 他注意得很漂亮 已經成功一半 現在把第一次加的時間 跟第二次加的時間 拉什麼 這一年我對我來說 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年 因為 從來也沒有這麼多時間 跟團隊相處在一起 所以 能夠產出的東西 就更完整 其實我對他們很嚴格的 他們會知道 沒有做好 怎麼做 怎麼做更好 他們看得到那個目標 你會知道 我應該從哪一個方面 努力再更好 那今年我覺得 2022年是最 往前看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最巔峰 他可以是很多人分 也可以是一人分 可以是一人分 他的熟度比較好 我要打到這個 七分手 七八分手 你打到這個動作 熟度有到 我們就講到這種 我覺得 是累積著前面很多很多的能量 然後 把這個團隊再帶到 更強的狀態 然後才能夠做這些東西 我希望這一次 我希望這一次 可以讓大家 改變一下自己的姿態 能夠帶一點 把那個真誠拿出來 我們的美姿美 我們的禮儀 就能釋放最大的效果 我們盡量走成一直線 輕輕的一直線 一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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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線要怎麼走 記得我們的膝蓋內部 微微摩擦 我們的腳到我們頭頂 是一直線的 我們要 讓每一個客人知道說 現在我們上這個圓包 除了跟 這一道菜為什麼 不適合 以外 它用的是什麼樣的輕方 接下來油畫 我們會是 森林甸 這一款 半軟脂的起司 對 那它算是洗淨式的起司 你會用固定 用鹽水去擦拭它 讓它深層外面的那層 這間盤不在喔 所以我要先知道 今天跟明天 那個 油塵 你會非常小心 對 我們是禮拜四的餐會 結果在最後一個禮拜天確診 老師也是嚇到 怎麼會在這種事 接下來由我來幫你們介紹 看食材 不要馬上衝上來 因為一衝上來 你很容易會犯錯 對 這邊 或許 很多人 不能夠理解說 這不會就是一個餐廳 有需要做成這個樣子嗎 我們這個 這個濕潤度就有沒有好 好 餐廳不是就 我每天把 菜做好吃 然後客人來吃 就 就結束了嗎 記得一件事情 會 要跑個人 第一次 執行全新的菜市 一定會有很多的 吃物 你要怎麼讓客人覺得 這東西不是很有距離感 就是 你平常在跟他們聊 比如說 因為你們平常應該有吃過 烤甜糯 還記得那個味道主人 沒錯 他其實就是兩性鴨頭 歪歪的 這個是歪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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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是真的蠻緊張 因為我從 既然如果 半年後吧 我就一直給變代 所以我一直很習慣有他的存在 他不在話 就算就是會 很有壓力 因為就是直接面對 全方卷 帕泰為 霸式冷盤的代表 源自於 獵人他們 狩獵時 為了要去保存 延長這個肉類 所以他們去用外殼包裹住肉類 進去 幾乎 店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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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是 都是 怎麼 怎麼測 1公斤 對 但是 那不太好吃 你们时间注意一下 我觉得姜主厨在台湾的地位 是非常非常具有他的重要性 他一方面是想要告诉台湾人说 这是目前国际的水准 二方面他想要告诉国际说 我们台湾人可以做出 这么有sense的餐厅 哈喽 当我第一次接触法国料理的时候 我发现每一个 就像在看故事书一样 一道菜它有人名 它有故事 它有时间段 你会想到十三世纪 这一代的名所有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料理都会附在着非常强大的意图 宣言以及个人意志跟个人追求的展现 就是这个部分在姜主厨身上 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明确 所以他的料理非常的有趣 就是几乎是可以算是一个艺术策展型的料理 但是影响蛮深的对我来讲 不管是做事的方式 思考的方式 因为我们餐厅冷算很多 从这相处的过程中 会发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那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去进步 因为法国北方清晰冷 所以他们会用较多油脂 猪肉 然后猪油 遇到挫折 我永远回头想 就是一样初衷是什么 就是我想要成为不一样的人 他外面活的那个是什么 他就是我最后要 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让我爸妈知道 为什么我想要留下来在RAW的原因 所以最后我爸妈也是支持 然后一路看到我的成长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感人的一件事情 就是蛮感动的事情 我让我爸妈以以为荣的感觉 《绚帮者》有句话我很喜欢 他就说 没有一个成功是不辛苦的 可是辛苦的过程 往往不是为了成功本身 而是自我成长 你会很高兴 你们或许已经发现在同财当中 你们其实很孤独 无法和大家做同样的事 为什么我 那是因为你有一个目标 目标是成功的 目标是成功的 财务是改变工业 我想要告诉他们的是 因为你有一个目标 你的目标是成功的 你才会在这里 因为你有一个责任 有可能会改变这个工业的事情 我希望让他们觉得 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你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工业 而是我们是一群人 若已经八年了 我们还在学习 还在成长 每一个人都还在想要更好 没有停下来 你没有机会停下来 因为再过两个月 我们又要换菜单 grande 就上班 幸好 快 придciendo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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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